首先想要問一下 因為民進黨效果是大眾所開計程會 提出了他們自己的國會改革版本 但不過他們強調說一切都在憲法之下 那似乎就是在雖然藍白兩黨提出的國會版本好像都是違憲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所有的作為就想把立法院廢物化 民進黨現在所有立法委員基本上都不務正業 每個都想當大法官 所以民進黨現在這些立委如果這麼喜歡去談這個賴清德口中的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災難的這個副憲法的話 全部請辭去爭取提名大法官 我先跟各位說今天的民進黨第一個他的版本就不尊重憲法 事實上我們的大法官會議解釋這個裡面明文的寫著 就是立法院有調查權而且違反調查義務得處罰之 那我們來看看民進黨的版本是什麼東西 是怎麼個廢物法 在民進黨過去2016年提出來的國會改革版本裡面說 立法院對於文件原本之存在或真實性有合理重大懷疑 可以要求政府機關提供原本 但是2024年馬上就是變成是廢物化 所以只能提供參考文件 我想要 柯建民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你2024年的柯建民要打臉2016年的柯建民嗎 完全就是一個屁股黨啦 就是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 屁股長在腦袋上的政黨 另外一個更離譜的就是 2016年對於違反這個所謂的一些協助調查 包括無政當理由聚焦隱匿資料 聽證拒絕列席虛偽陳述要罰還30萬元 藐視國會要判有期徒刑 這些都是2016年民進黨團版本的國會改革法案 請問現在自委閹割了嗎 全部砍光光拔光光 當初陳其邁說如果國會沒有調查權 就叫沒有牙齒的老虎 今天我看到是民進黨這個所謂的 把國會廢物化 就直接把立法院該有的調查權 該有的所謂的藐視國會的相關的規定 全部牙齒拔光光啊 他現在2024年版本就是 罰還有期徒刑都沒了 只能移送監察院 那我跟各位講 他不但要把立法院廢物化 他要把立法院所發生的所有事情 以給現在根本就幾乎廢物化的監察院來處理 這些監察院請問到現在到底辦過什麼大關 我就不講別的 陳忠營的例子 你可以相信這個監察院嗎 這個監察院不要講不敢打蒼蠅 不敢打老虎 連蒼蠅都不敢打 連老鼠屎他都不敢打 陳忠營這麼明確的一個所謂的 有失官征的一個狀況 監察院竟然有11位監察委員 不敢彈劾他 只因為他是賴清德的大弟子嗎 所以今天我要必須說 民進黨的這個國會改革的版本 就是一個自我閹割的版本 就是想把立法院廢物化的版本 照民進黨的標準 2016年的這個版本 民進黨對不起自己過去的民進黨 我想這一點在野黨的意見是一致的 坦白講本來應該藍綠白意見都一致 我不知道但是對於捍衛我們國會 該有的尊嚴 該落實貫徹的國會改革 那我們都會堅持到底 OK 好謝謝喔 好謝謝 不敢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一起健康下單吧